东大通识中心日前办理优质通识课程分享座谈会 邀请到当年度获选通识中心的优质教师 就课程的设计方式等向其他的教师来交流 期盼可以透过分享让课程优质化精致化 东大通识中心于95学年度起实施一年一度的优良教师征选 借由个人或其他教师推荐 通过书面审查者将由8位委员进入教学现场观摩 并参考学生教学评量选出当年度优良教师 103学年度起邀请获选者开办课程座谈会 让老师们借由互相观摩与学习 优化并精致化课程 座谈会观摩会它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教学相长 互相同财竞技然后就是良性竞争 那给老师们有一个典范就是说 成为一个所谓的通识优良教师 他大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那他的课程他大概是如何设计 这是鼓励我们的通识教育的老师 每一个人在每一学习的教学都能够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精致 据东大指出 通识教育平均一学年高达150班 有良教师选拔激烈 日前通识中心邀请到今年度获选者何永斌老师 以运动食粮药为题 采检报与案例解析 分享如何引发学生学习动机 以及如何因应学生能力进行区分教学等级 何永斌老师表示 对获选优良教师感到荣幸 校内教师教学都相当值得学习 提盘借由课程座谈会得到双向回馈 修正教学方式达到以学生为主体 课程精致优质化的目标 记者江碧任台中市报道